Hello,大家好,我是神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正确使用Dock,或者是使用Dock的小技巧 那么Dock是什么呢? Dock就是下面这一个东西 如果可以正确使用Dock的话 完完全全可以提升我们使用MacBook时的体验 不过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神浩天员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神浩TV 那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调整Dock的大小 先点击左上角的MacBook 然后再点击System Preference 然后再点选Dock 这第一个就是调整它的大小 第二个,Manification 就是下面这些Animation 如果我调成Max的话 会是这样 如果调到Minimum的话 基本上根本没有分别的 第三个,Dock的所在地 如果我按Proton的话 就是在最下面的,这是Deport的 然后Left 它就会在左手边 Right,就在右手边 第四个,最小画实的动画 最小画实的动画 这个Minimize with Genix 其实是我们可以从这边看 如果按Minimize 它就会有一个Animation 这样的东西 如果我把它换成Scape effect 的话呢,就会没有 第五个,一些比较基本的体验 关于这个Double Click of Windows Sliter Bar to Zoom 的话呢,我们可以打开一个App 来试试看 例如这个Apps 我随便在这个部分 Double Click的话 它就会变大 或者是变小 可是如果我把它变成Minimize 的话,它就会变成缩小 第六个,打开Minimize Apps的动画 然后这个Minimize Windows Into Application icon 如果我打开这个的话 现在我minimize它 它就会回到这里来 它不会回到这一个地方 或者是如果我 Disable它的话 我现在minimize它 它就会回到这里来 第七个,隐藏或者开启洞 Automatically hide and show the dog 如果我现在enable它的话 这个就会不见掉 所以我要把我的Mouse 拉到下面去 它再显示出来 第八个,Show Indicator Show Indicator For Open Application 就是我们看到下面一些 一点的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在开这个 所以如果我关掉它的话 这些一点的东西就会不见掉了 第九个,这个比较特别 我们可以把它调整成黑暗模式 关于黑暗模式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System Preference 这边做 首先我们打开System Preference 过后 然后按General 在Appearance 这边我们可以选择 Use.MenuBar End 这样子它就会变成黑色了 这个同时呢 我们的MenuBar也会变成黑色 这些Setting是非常个人的 我相信通过尾上的分享 你可以更加容易设计出你想要的风格 好啦,以上就是我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推荐的小技巧 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ac 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Sense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